好,在我學習過程裡面,我也覺得這個發收拉發總是不夠弓 它真的需要全弓 如果...那總是不夠 一定要全弓 好,跟大家,你沒有從弓跟開始 所以你吸掉這一段,少掉這一段弓,就少了,你損失了 好,還有一件事情 我們要求這個細節 你的拉法會,你會,第一個音 反而,第一個音比較多弓,那你要呢 你現在 現在,因為你是下弓,所以你後面的弓反而比較多 再一次喔,你看喔 因為我們這裡是從弓跟開始 弓跟的發聲效率比較好 好,所以你可以靠橋 這邊比較弱嘛,你要多留一個弓給它 這裡就反過來 好,所以你要稍微慢練一點齁 然後從前面,比如說 然後從弓跟開始 來,試試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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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,好,然後再加快一點,來 好,再加快一點 好,再加快一點 好,剛剛到112的時候 會還不夠好 直接空弦 對,而且你可以 你可以 多用點中弓 發聲效率比較容易 發聲效率比較容易 對 這個 這個把它分開齁 雖然也有人這樣做 可是呢,它是 還記得我們剛剛前面 彈到的脈搏的問題嗎 它是一小節跟脈搏 你把它分開 就不容易 對 好,我再說一下一個 直接的技巧齁 就前面 這邊功量越來越多 因為我們在劍強 直接拉到空間 對 這有點不太容易啊 因為它要從上弓開始 來,試試看 先稍微慢一點 空間 對 保持 靠橋 對 對 空間 靠橋 對 對 好 還有另外一個問題 這邊有節奏 這邊這個 副點八分譜也是一樣 有些人拉錯 他會 你剛剛拉得還不錯 不過還要知道一下 他的 應該做的事情 那 大部分人拉錯的是 這樣 會有一點太長 會有一點太長 就是你的音必須要 要 然後把它寫成 副點的節奏 目的是 讓它 強化它的節奏感 如果 就不太有 所以因為那個十六分音符的關係 所以 更強化了這個 副點八分音符 它的 它的 近道 所以因此我們這個音需要 讓它有個形狀 你不能拉得平平的 這樣就太平了 要讓它那個 好 讓它 讓它有一點 像是很快的變成 它的聲音 還要收 收 對 對 比較像 對 比較像 老實靠橋 這就太長 一樣 錄一下 這個時候我們的功速很快 對不對 然後就要慢 你要靠橋 那這個這麼快的功速的時候 我們不會很靠橋 但是你如果用同樣的 這個接觸點 就會難聽 所以你要很快的變換 你的接觸點 是 就是 這個 是 是 呀 天啊